這隻腳你就可以休息,八百秒 齁,要撐直,要撐直 你要撐直,你不要老是攻著 攻著的話你就會用到你這腳,不管是小腿或大腿肌肉 你都會用到,齁,這很重要,這很重要 齁,還有,我們今天腳下坡的話 微微的阿坡 讓它開開,這樣阿坡 讓它開開,齁,你不要這樣 萬一咬你抖很抖的坡,你如果一直吐一吐 你的腳上頭會瘀青 你這個肌肉膝蓋又很傷 你如果走這個比較多的地方 開開,用這個腳的肌肉,容易抖 你不要把腳上頭,你開開的時候 你腳留到彎曲,順利會死,你不要這樣抖 你不要這樣抖,知道嗎? 你舒服比較重要,知不知道 你舒服比較重要,你這樣抖開,這樣抖開,這樣抖開 還有,我們爬山 要前腳掌找地 就是一般在走路的話 阿當然下坡沒有辦法,下坡一定是腳跟 因為你前腳掌找地的話 你看,你只用腳跟的話 你是不是都會用到肌肉 所以你要前腳掌找地 還有,很重要 我們現在假如說,開始走 其實爬山 慢,就是快 快,就是慢 還有,盡量什麼 小步走,不要太大步 好,為什麼 要小,小步就會慢阿 所以不見了 你只要大步走比較容易累 為什麼 你看,我大步是不是要抬比較高 我小步是不是比較低 我肌肉會被用比較少 對對 阿,今天老師裡面要補充 沒有,OK 阿沒有 阿,沒有 阿沒有 阿,沒有